各位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的5月31号 星期五 能力的4月27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钟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进入周末 奥克兰将会是降雨天气 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 气温也是有所下降的 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14度 最低温8度 首都惠灵顿明天是大风降雨天气 降雨会贯穿一整天 最大风力是达到了每小时39公里 气温是在7到12度之间 汉密尔顿明天全天有雨 3到13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是大暴雨转小雨的天气 最大雨量预计是出现在凌晨的4点前后 气温是都降到了个位数 最高温9度 最低温4度 华后镇明天是阴天有雨的天气 最低温只有0度 最高温7度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女王生日的长周末假期今晚就要开启了 然而天气情况是不容乐观 可能会影响很多家庭的出行计划 Matt Severs表示新西兰全国整个长周末 都将会是潮湿风雨天气 那么早前Matt Severs对从汉密尔顿 一直到北岛最北端的地区 发出了强雷暴的天气预警 那么最近呢 这预警是被取消了 但是大暴雨仍然是不可避免 奥克兰昨晚一夜之间是暴雨如注 北岛持续不断的降雨预计到下周一才能够暂停了 南岛部分地区也是遭遇了暴雨天气 交通局对几条南岛的高速公路是发出了预警 南岛北部的Bullet River洪水四溢 临近西海岸的6号高速从昨天晚上的6点半 一直到今天早上的7点半都是被迫关闭的状态 那么在奥塔哥地区87号和85号公路 也面临着洪水危机和强风预警 与此同时呢 南岛部分地区的这个降雪已经开始了 气象局预测南岛降雪的雪量将会是500到600米 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当中 Lindis Pass山口的积雪预计将会超过600米 94号公路Cronridge Road路段和Malford Road路段的积雪 也将会超过600米 那么气象局就表示 降雪可能会影响南岛大部分地区的高速路的通行 提前提醒大家呢 也要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好 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新西兰2019幸福预算案昨天公布 那么这个预算案很大程度上是为社会弱势群体量身定做的 预算案重点关注的领域呢 是精神健康 贫困儿童 毛利及太平洋倒逸 福利的领取者 然而幸福预算没有 事实上也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幸福 一些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经济学家和商界人士 对预算案表示了失望 国家党党魁Simon Bridges给这份预算案贴上了一团糟的标签 他说 大部分新西兰人都会问 这份预算案到底照顾到他们什么了 他说 家庭需要更多的钱来维持开销 但政府却把钱花到了国防 铁路和重树上去了 Simon Bridges还指责预算案划拨10亿纽币给新西兰铁路Kivirail 大部分资金将会被用于升级铁路线路和购买新的库克海峡轮渡 不过 副总理Winston Peters为给这个Kivirail的资金辩护 他说 这是一个等待了太长时间的必须的升级投资 Simon Bridges还提出 为什么教师的掌心诉求没有在预算案中体现 在这份预算中 学校在未来10年会得到12亿纽币的升级资产 Simon Bridges说 教师的课室再好 没有老师又有什么用呢 行动党的党魁David Simmer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他对政府没有照顾到教师的诉求是非常失望 他说 老师是最大的财富 政府却把钱花到了免费高等教育和地区发展基金上去了 不过 预算案取消每位学生76.70纽币的NCEA注册费 削减内部的评估和加强外部考试的做法 得到了跨党派的支持 幸福预算划拨19亿纽币给精神健康卫生部门 11亿纽币解决儿童贫困问题 此外 政府还划拨1.97亿纽币为无家可归者安排临时住所 2019年预算案将这个运营博贝增加到了12亿纽币 ASB银行发表声明认为 这将给经济注入活力 声明中还表示 库务部预测经济小幅持续增长 负债率在2020到2021年度将会降至GDP的20% 这个看上去是不错的 但无法达成降低负债目标的风险仍然很大 声明说 政府承诺更大支出 投资和借贷 假设他们有足够的财税收入来解决资金问题 那么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做到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 美国气象局人员表示 过去两周美国的龙卷风是不同寻常的多 而且预计呢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昨天晚上 美国有八个州共计遭遇了55场龙卷风的袭击 许多房屋被摧毁 树木倒塌 窗户破碎 至少有6000万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目前 美国龙卷风灾害已经造成了一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另外 根据当地电力公司的通报 恶劣天气还导致部分地区大面积的停电 电力公司虽然是尽力抢修 但截至当地时间28号的中午 仍然有5.3万用户没有恢复用电 美国被称为龙卷风之乡 每年都会有数千次以上的龙卷风 这主要是和美国的地理位置 气候条件 以及大气环流的特征有关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寒 再会